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第二个愉悦节 也就是神给我们的第二次机会 今天要特别从犹太根源和希伯来原文来分享 2024年的第二个愉悦节是什么时候 第二个愉悦节又叫佩萨水里 那么为什么会有第二个愉悦节呢 谁盖过第二个愉悦节为什么呢 第二个愉悦节与玛纳有什么关系 从第二个愉悦节得到的两个启示是什么 第一个愉悦节和第二个愉悦节有什么不同呢 5784年希伯来历12月的14日 就是5月21日的日落到5月22日 是佩萨西尼第二个愉悦节 在密什纳口头陀拉中也称为小愉悦节 它是数算俄美尔的第29天 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第二年正月 耶和华神小于摩西告诉百姓要在正月 就是尼三月14日的黄昏守愉悦节 但有些以色列人因碰到死尸不洁净 就不能守愉悦节献上耶和华的供物 他们就到摩西面前说 我们虽因死尸而不洁净 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锁定的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 摩西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 或在远方行路 还要向耶和华守愉悦节 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 就是一二月的十四日 还昏的时候守愉悦节 要用无效笔和苦菜以及愉悦节的羊羔统治 那么谁要过第二个愉悦节呢 就是碰过死尸不洁净的人 远方出行的人 有些男孩在这段时间进入十三岁 由犹太的立法定义十三岁的男孩为成年人 在这段时间归于犹太教的人 犹太圣贤说 这些不能在第一个逾越节献祭的人是不洁净的 因为他们是从埃及运约瑟棺材的人 或者是由于与亚伦的两个死去的儿子接触 而变得不洁净的人 这意味着这些人是那个时代的伟人 对耶和华神有着极大的信心 和对逾越节献祭诫命怀着极大的渴望 因此当他们觉得自己错过了这条诫命 大声呼喊并且表达出如此强烈渴望时 神就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如果一个人在第一个逾越节和第二个逾越节之间的 一个月内皈依犹太教 或在这一个月进入十三岁的男孩成为成年人 他们就必须在第二个逾越节献祭 佩萨克圣尼是一个独立的诫命 也表明了一个成长和进步的机会 第二个逾越节是一个特别的节名 他是在一群不洁净的以色列人 通过他们的努力向摩西诉求 我们为什么要被剥夺向耶和华神 献逾越节祭物的愿望 从而采有了第二个逾越节的节名 节名应该由神直接给予 但这条节名实际上是由以色列人的要求而产生的 不仅新的阶命应运而生 而且使所有的613条的阶命更加完整 佩萨克圣尼是248个积极阶命之一 他们对应于一个人的身体的248个骨骼和器官 我们从中要得到什么样的气势呢 无论我们离开神有多远 或者我们变得多么不圣洁 如果我们真诚的想要弥补和悔改 神总会为我们铺平道路 给予第二次机会的 同时我们需要可目向神祈求 神才会打开机会的大门 拉比解释 第二个逾越节就是12月14日有着特别的意义 错过第一个逾越节的以色列人 有第二次机会在12月14日带来逾越节供物 并且吃无效饼补过逾越节 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离开埃及时仍有剩余的无效饼 12月14日晚上就是15日的前夜 以色列人吃完了最后一点无效饼之后 他们向神抱怨 现在我们要吃什么呢 12月15日神家玛纳从天而降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 12月14日表执着初埃及神迹的高潮 而15日则表执着旷野神迹新阶段的开始 拉比解释 第二个逾越节预表对过去缺失的补偿和纠正 因此显明了Teshiva就是悔改的机会和能力 悔改的希伯来文Teshiva的意思是 它不只是说对不起而已 而是转离恶行回归神和拓拉的交道和尊心诫命 孝代表罪的根源也是被禁止的 在第一个逾越节的七天为无效饼 尽管如此 在第二个逾越节 人们可以在家中同时保留有效的食品和无效饼 暗示悔改 可以提升一个人对过去不解的行为 回转向神 重新与神连结 第一个逾越节为期七天呈现出逐渐的精神的提升 而第二个逾越节只有一天 显明悔改在一瞬间提升和转变的力量 悔改有能力抹去一个人过去不合神心意的行为 并将他转变为新的一个人 这就是第二个逾越节先祭的意义 代表对过去错过去错过去对过去错过去过去的过去的过去 愿神祝福你在第二次逾越节明白神的慈爱和怜悯 珍惜第二次的机会 珍惜第二次的机会 重新与神连结 因为爱神的缘故回转向神 愉悔和突破生命的辖制 走出你心中的埃及 数算额美尔 操练提升内在的生命 跳跃进入神的全新的祝福的循环中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 让我们一起从西伯来原文和犹太根源学习陀拉 托拉是神的教导 人生的指南 欢迎订阅分享 Shalom Sherry给予一个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